我們只是想回家 歷竭歸來的雨重心長 只想趕快回家 昨天在機場的時候 就雨震很大 大家都要想往外衝 我們就覺得很可怕 尼泊爾7.8強震 把宗教聖地變成人間領域 連歷經過921的台灣人 都心有餘悸 東陵旅行社登山團 一行十個人能平安逃離 是奇蹟 老天有在保佑我們 所以我們在地震的時候 我們剛好當地時間11點多 那那個時間我們剛好在路上 我們本來是在一個製造點 然後後來它一直在晃 然後晃完之後 我們就看很多人都是在看城市 城市就有很多煙這樣 有些是一柱一柱的那種煙 就比較是代表那個 有建築物倒下來 長征過後 宛如世界末日 台灣旅客難忘 路上一張張飽受驚嚇的臉孔 逃過一劫 老天保佑 但想順利搭上飛機 真的要靠運氣 非常紋爛 對 好像滿多人在搶飛機 沒有辦法搶 因為你一定要有機會 你才進得了機場 那因為尼泊爾機場不大 那又有很多救援飛機 所以以至於民航機 沒有辦法順利的燃點 前天晚上的班機 delay到下午3點 昨天下午3點 下午3點delay到晚上 大概7點多才飛這樣 災難當頭就在第一 各國持緣物資的軍機 佔據加德滿都機場起降時間 民航機下不來 航班一言再言 讓回家的路更難走 人民居住的地方 很多是房子是倒塌的 也許他們真的需要很多的援助 這樣子 那如果說真的大家能夠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就是看了會很不心 就是很於心不忍 能再見到家人 驚恐之餘 除了感激還有憐憫 尼泊爾 期待外界援助 才是歷竭台灣旅客 最想傳達的訊息 記者 黃柱 黃建宇 王永正 來信邀組 桃園採訪報導 我們來信邀組